体组 抹身搭乘电梯由5楼直接下降到1楼 行进的距离为12公尺 取重力加速度为10公尺除以秒平方 电梯的速率V随时间T而变 如右图所示 当电梯由静止启动后 可分为三个阶段 最初的2.0秒加速行进 接着有T0秒以每秒2.0公尺等速行进 最后4.0秒减速直到停止 第一小题问 下列何者为上图中的T0值 题目说这个电梯由5楼直接下降到1楼 它行进的距离为12公尺 因为整个电梯下降的过程 它并没有发生折返 因此它所走的距离会等于它的位移的量值 那么要计算位移的量值 我们可以利用它的VT函数图形的面积来计算 那么电梯从D0秒到D6.0加T0秒 这段期间就是它整个下降的过程 那么它的VT函数图形的面积就是等于这一块T型面积 那么要计算T型面积我们就代公式 等于上底 上底的话是等于这个时刻减这个时刻 就是T0 下底是这一段长度 就是6.0加T0 因此上底加下底 除以2再乘以高 高就是2.0 这是算出来是T型面积 好 那就会等于这个电梯所走的距离 好 经过计算的结果 这个T0就会等于3.0 所以答案就是B选项 第二小题 若该升的质量为50公斤 考虑在下降过程的三个阶段中 电梯地板对该升在各阶段的平均视力 三者中最大的量值为多少牛顿 我们可以假设电梯地板 对该升的失力量值为N 方向向上 我们来看右边这张图 好 这个该升站在电梯的地板上 那电梯地板给该升一个向上的一个失力 其实这个失力也是一个正向力 那它的量值为N 另外该升还受到重力 那重力的量值呢 我们用MG来计算 M是该升的质量 G是重力加速度10 算出来是500牛顿 方向向下 好 所以这个该升的重力 说的重力的量值W 就等于500牛顿 500牛顿 方向向下 因为电梯是向下运动 因此我们是令向下为正方向 那先来算第一阶段 这个N值是多少 那第一阶段就是 这个第0秒到第2.0秒 这段期间 这个该升受到电梯地板的作用力 好 那这段期间 这个VT函数图形是一条斜直线 所以电梯是做等加速度运动 好 那么这个加速度 我们就可以用 ΔV除以ΔT来计算 那ΔV就是 墨速减初速 减起来是2.0 那ΔT是 这段死距也是2.0 所以把2.0除以2.0 就是1.0 这是电梯的加速度 好 那因为这个该升是随着电梯一起运动 所以该升的加速度也是1.0 那我们再利用F等于MA来计算 那F是这个该升受的合力 那因为我们是令向下为正方向 所以合力就是向下的500牛顿 减掉向上的N 会等于MA M是该升的质量 A是该升的加速度 1.0 好 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是 N会等于450牛顿 我们单位都采SI单位 所以这个力的单位是牛顿 我们再来算第二阶段 这个N值是多少 那第二阶段是指 这个时刻从2.0到2.0加T0 这段期间 好 要求这N值是多少 那么这段期间 这个V是一个定值 定量 所以这个电梯做等速度运动 所以该升也是随着电梯做等速度运动 所以它的加速度是0 好 那加速度是0 代表合力就是0 合力是0的话 代表这个N跟W量子会相等 那W是500牛顿 所以第二阶段的话 这N值是500牛顿 最后我们要来计算 第三阶段 这个N值是多少 那第三阶段 就是从10克2.0加T0 到10克6.0加T0 这段期间 好 那这段期间 这个电梯它的VT函数图形 是一条斜直线 所以电梯是做等加速度运动 那么它的加速度 就会等于 ΔV除以ΔT 那ΔV的话是 墨速0 减初速2.0 减起来是负的2.0 除以ΔT 是这一段词句 等于这两个10克相减 就是4.0 好 这样除起来的话 这个加速度是负的0.50 好 那我们再利用F等于MA来计算 这个N值 那F是这个该身受的合力 那合力是向下的500牛顿 减掉向上的N 等于该身的质量 乘以该身的加速度 那该身的加速度跟电梯是一样的 因为该身随着电梯一起运动 所以加速度还是负的0.50 这样算出来的N值是525牛顿 好 那我们比较这三个阶段 这个N值最大的是525牛顿 所以答案就是诸选项